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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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后来我也不知道他隔了多久 他去抱猫就当他会爬会走 他去抱猫整个头塞在猫身上 他脸也就是也不会有红肿的现象了 就是说他已经克服他对猫的过敏的反应 许多妈妈在怀孕后便会担心 宠物是否会对婴儿的健康造成影响 或是使小孩产生过敏现象 所以就弃养宠物 大家比较害怕的其实就是猫毛狗毛的问题 造成过敏的问题 其实根据研究的话 从小从孕妇的时候开始养宠物的话 其实对小孩子反而比较好 他们过敏的机会会反而比较降低 另外之前新闻报道曾经有个案例 一位孕妇因为接触到了猫咪的排泄物 当中的工匠虫导致他流产 该如何去注意呢 听听受益师的说法 工匠虫生活中很多地方都会有 包含我们常吃的猪肉羊肉牛肉 里面其实都会有 还有环境中的土壤 甚至外面种的菜野菜生菜 那些只要没有经过煮熟 通通都有可能被感染到过 只是说工匠虫在猫咪里面 可以完成他完整的一个生活手企 比如说他可以进到他猫咪的小肠的上皮细胞 然后完成他的有性生殖 然后排出具有感染力的卵狼 一般来讲的话 我会建议说要准备怀孕的妈妈那一个的话 可以先去妇产科做一下工匠虫抗体的检验 如果说他抗体的检验是阳性的话 表示他已经被感染过工匠虫了 那你就不用太担心 根本就其实应该就不会再被感染 所以不用担心 再来就是如果你是验出来是阴性的话 那你就稍微注意一下 将来你怀孕的十个月中 不要就避免我刚才讲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吃生肉 比如说吃生菜 或者是光着脚 吃着手去玩土 然后不洗手吃东西 再来就是尽量避免亲猫咪的大小便 爱宠物就不要弃养它 希望看了今天的两则报道 大家对于养宠物可以有更正确的概念 而从小小baby就跟动物接触 也许它们跟动物之间的相处 会更加和谐融洽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